Ayo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以上波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ub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7點鐘方向的Viper Viper選擇文明是瑪麗 瑪麗的特色是他的挖金速度 是稍微快一點的 而且攜帶跟挖的時間可以再更多一些 瑪麗人特色 是他的建築物 都會有一些木材解敏 所以一開始木材會看起來 稍微多一點點 瑪麗人後期 主要是打騎兵路線 有這個飆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加5點傷害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玩洛馬豹 或者是打這個駱駝騎士路線的部分 瑪麗人不會讓你失望 黃金也是非常多的一個文明 其實後期沒有黃金 只打輕騎兵 也會有14點傷害 瑪麗人來說 對我來講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因為他有戰毛兵 而且有強奴 而且有拇指華 雖然強奴沒有三級色 但有些情況 有些直接選手也會選擇強奴三級 瑪麗人他的劍兵性 雖然沒有三弓 但是他的每一點 城堡style 或是通劍style 電話style 都會加一點的遠方 到了後期 瑪麗人的遠方 會非常的高 那瑪麗人 他的僧侶部分 沒有騎士思想 其他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對我來說 他算是一個非常 算是全面性的文明 而且他有火炮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於12點鐘方向的波斯人 波斯人特色呢 是他PC的工作效率 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騎兵呢 有這個薩瓦爾 可以讓他變成遊俠的升級 而且這個升級呢 比這個遊俠還要更少 只需要1000食物跟600黃金 而且他是擁有遊俠 跟重裝駱駝文明 還有大洛馬 所以即使你 不管不出薩瓦爾 出大洛馬或是駱駝 也是相當實用的 那後期的這個大強兵 也是全版的 但是他沒有雙手劍兵 只有長劍兵 那馬功路線呢 雖然他有重裝馬功 而且城堡 是在可以研發 暗血人戰術彈道靴 但是並沒有 三級射 所以後期的迫斯人 要打馬功路線 還是需要謹慎思考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地圖 薩巴斯丁 左右兩邊都有黃金 那下方有塊黃金 是附金 這兩塊附金的位置 沒有到非常好 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維持的話 才算是自己的附金 如果沒有辦法維持的話 這兩塊金是很難防守的 那這塊主金的部分 也在外面也是不好守 這張地圖 只能說是 雷爛 哈哈 那接下來看一下 Viper 那Viper的地圖 是果子在前面 哇這果子前面居然還有高地 這個高地會很難受 一定要往外圍一點點 那Viper這邊的地形看起來 也不是那麼的好 但至少黃金 是面對對手正後方的位置 所以還算可以 不會到太差 那這塊黃金只要想辦法鎖起來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兩邊地圖共同點 都是木區分布 非常的偏遠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那這邊可以看到 塞巴斯丁也是 都是單伐木場 好那現在 波斯直接轉了一個射箭場 但黃金還沒有開挖 所以現在只能出個毛兵 槍毛前壓 好 那之前波斯人 Viper在一個職業比賽裡面 有打過一個特殊打法 好直接波斯打塔弓 5TC塔弓 那為什麼要這樣打呢 是最主要讓對手在家裡 然後用自己的TC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打出這個村民差距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打法 算是很特別的波斯戰法 那塞巴斯丁這把 是打了一個正常的開局方法 槍兵加毛兵 然後沒有太多的轉兵 這是一個槍毛前壓 Viper這邊呢 是走一個肉馬開 這個村民差一滴血 但是這個槍肉馬沒有打算要直接硬上 差一點就砍死一村了 Viper這邊一村還沒有死 兩個隻肉馬在外面晃 但有點被騷擾到有點受不了 轉出了毛病 肉馬射不太到的樣子 好像有點尷尬 這隻聰明會被拿下嗎 再差一槍 還是被戳死了 Viper最後是被拿下了一隻村民 這邊直接回頭 打對方槍兵 殘血的去打 戰毛兵 哇 這一波Viper 算是有點打回去了 那Viper接下來 只要繼續出毛兵就行 或是斷點毛兵 然後村民一直按 現在開局被抓掉一村的情況下 而且波斯又有工作效率的加成 現在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四村了 所以之前Viper才會打出五村插塔 然後打大封建的一個戰術 讓對方跟自己的對插塔 這個封建是在一眼場 村民差距越打越大 波斯人也是我非常推薦 新手們去練四地國史 去該練的一個文明 所以你只要波斯不斷村的話 就意味著你打其他文明 也不會太那麼容易斷村 四地國的基本功 這是從不斷村開始 那現在Viper點下了一級射 一級射有了 待會要反擊這些毛兵 在家裡防守就可以 這邊繼續騷擾 收掉了一隻 烏槍兵 Viper後面的肉馬已經到後方 這邊要硬抓了 直接抓死了一村 現在是一換一 這樣感覺就不是很虧 但村民差距還是很明顯 32對36 村民差距四村 被拉開了 好 瑪麗Viper這邊還點下了一個輪走 現在波斯擁有村民上的 還有支援上的優勢 不知道你怎麼看 Viper這邊是已經陷於弱勢的狀態 這邊槍兵數量也是有夠多 四隻槍兵 好 這裡一個回頭要反殺Viper的毛兵 後面拿下了一村 一隻 這毛兵選擇撤翠 看起來是打不下去了 好現在Viper還有兩隻肉馬 在後面 這邊一樣Viper的目標 要先趕快把槍兵解決掉肉馬就可以上 結果肉馬怎麼先上了呢 哎呀 Viper這波有點小小失誤 沒有按這個助手模式 肉馬被對方槍兵給吸引過去了 結果毛兵打一打槍兵一直在躲 躲掉了Viper大量的毛兵傷害 結果對方槍兵打不贏 毛兵好像也打不太贏 尷尬了 好 這邊剩下一隻 槍兵 最後賽巴斯用這個高地爾 擊殺掉了Viper的所有的毛兵 好那這邊Viper生城堡師太 看來是要走起兵路線了 平走和一攻都點下 這邊要盡可能的躲掉對方的槍兵傷害 好這邊一直極限甩尾 哇這個怎麼甩的啊 好收餾掉殘血的毛兵 但是對方波斯還在打這個槍矛 好但是突然停毛兵跟槍兵了 但是轉馬弓 翻射現場馬弓路線來了 好馬弓路線 待一會就可以成型 那如果馬力士走奇兵路線的話 波斯走馬弓優勢就有點大了 這邊波斯的馬弓 城堡時代就安息人戰術 雖然在前期喔 並不太會去點安息人戰術喔 因為畢竟是加防物力的 跟弓箭手的傷害力 沒什麼太大關係 那如果是單純走馬弓路線的話 對方如果是馬爆 那就要考慮要不要出波斯戰相 或者是轉這個槍兵 出來防守 或是直接轉駱駝也可以喔 這就是波斯的優點喔 轉什麼都行 那如果是轉駱駝的話 可能馬弓就會斷喔 所以還是走槍兵路線配馬弓 會更好一些的感覺 好直接收掉殘血的駱駝 牌可後面把這個殘血騎士血量 努力拉了起來 波斯也點下了二級色 看一下這一波 馬弓雖然來到了12隻了 好12隻馬弓 這樣越來越多了15隻 好二級色也有了 牌可這邊是駱駝加生女 先行防守下面開TC 好波斯這邊也開TC了 雙TC開龍 看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石村 兩邊前期並沒有大規模打多 現在波斯應該要趕快去從側面開始亂溜才行喔 一直想要從正面突破的話好像有點硬要嗎 感覺這個正面突破會有點虧啊 甚至有可能被招響 好那現在還有個問題是沒有品種 如果要正面開打的話品種也是必須要點的 所以 斯塔巴斯丁這邊要小心一點 現在先別開打 Poke就行 但是現在連Poke都有點困欸 好 Vipe這邊轉出了奴炮 要來了嗎 看一下這一波 打 好這件事想要讓Vipe的手術 盡可能的浪費在這個招響身上 好Vipe點下了神聖思想 剩下生女的血量 目前看起來Vipe的資源量已經落後2600了 看波斯什麼都不錯 正常的跟對方對擾喔 經濟就可以領先對手 所以新手練這個文明喔 是真的香啊 好那Poke這邊是先點下了彈道血 彈道血點下之後 待會就可以 這個比較準一點 但是對方Vipe轉出了奴炮 直接串燒 哇 直接串了快100滴血 這個波斯還是點個品種再來吧 沒有品種感覺太硬要了 哎 怎麼是居然點拇指環 你明明有馬就拉 哎呀這個 該不會是個伏筆 沒點品種應該是忘記了 好這邊稍微補不下血 拇指環還有10秒鐘 呃該不會是 要硬上的節奏了 好 Vipe被換掉了一隻騎士 但沒有衝動 還是繼續屯弩炮 在家裡3TCA補下 現在絕對不是 開打的一個好選項 好這時候對手 拇指環想要從下面 稍微BD一下 終於想到自己有BD這條路可以走了嗎 一直跟Vipe正面硬剛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哦 哎呦 Vipe這波好像有點危險 好 3D時間被點掉兩隻 拇指環直接扛了非常多的弩炮傷害 所有的馬弓 豆腐機殘血了 好 品種還是沒有點下 沒有品種的關係 馬弓血量掉的有點誇張 好 27隻的馬弓 對上弩炮還是掉的很快的 這個血量 只要被打個5下就會死一隻馬弓 好 3TC繼續弄 Vipe的臭命術稍微有點追上了 但資源上還是輸了4000 終於想到品種了是不是 哇 5品種了 可是血已經慘了一些 這品種給的血量 並不會給到最滿20滴血 像這個殘血的馬弓哦 品種一好9滴血 可能再給20% 只會變成11滴血或12滴血 所以滿血狀態時候點品種很重要 好 好 這裡血量被稍微拉起來 變16滴 好 加20% 加10滴血 好 變成3幾滴 ok 那現在 馬力人 有點尷尬 是 現在主動權不是那麼的夠 好 結果 破釋也短生魚 生魚第一時間被砍死兩隻 但一隻騎士又被招響掉了 好 正面開打 用招響的騎士直接來砍 弄炮 弄炮第一時間往後拉 沒有被收掉任何一台弄炮 弄炮還在後面繼續輸出當中 麥克爾用這坨弄炮已經搞了非常多的時間 好 破釋直接用成閃陣 哇這個39隻馬弓是真的多啊 但是 並沒有辦法突破麥克爾這個防線嗎 好麥克爾拉了5隻村民過來 看來是要打算修理弄炮用的 並不是要來插城堡 他城堡的話絕對不是這個數量 可能會再多個兩三倍左右 但是這個情況也不允許 VIPER過來插寶 這個位置可能有點機會 誒 剛講完就來插 好 但是只是有機會哦 要是對手波斯直接A上這個高地 就要取消了 好 但是這邊是低地 哇 從低處上去嗎 感覺會很虧 OK 弩炮直接高打敵 射穿了一隻馬弓 這邊蓋寶 這裡被建立起來 對於波斯人來說 進攻路線 可能要大幅轉彎一下 一定要從右拐或是左拐過去 然後左彎 OK 那這邊點下了 少推車 經濟也來到越來越好了 現在資源商 開始慢慢有追上 塞巴斯丁的傾向 塞巴斯丁這一坨馬弓 並沒有做到事情啊 等於說跟VIPER的主力部隊跳了恰恰 那VIPER這邊防守也是做得好的關係哦 馬弓所以才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可以到處燒了 好 防守路線 VIPER已經疊滿 我們炮過來 看起來沒有要開打 好 這邊應該是不穿 若果直接補了一個大學 廠屋 好 換稍微下 火炮沒有開打 還onn 沒有 好 現在兩邊都點下帝王時代 看來是要直升帝王開打了 哎 後面有一坨駱駝 難道是要包抄 看一下這一坨 Biper 會怎麼對應這一坨包抄呢 感覺這個包抄 Biper 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操作 應該是會直接被A爛哦 馬功數量實在太多 這一些奴炮要擋住實在是 太為難這些奴炮了 把奴炮進去端燒 趕快來專心打馬生就行 好 最後 正前方騎士直接被駱駝吃光 駱駝直接打爆Biper的所有部隊 馬功的血量還是保存得不錯 至少還有一半 好 那左邊又撥了一個城堡 現在Biper開始從右邊 開始出一些兵力 然後去抓生侶嗎 Biper開始補馬就了 難道是要轉飄和七神 好 這邊兩刀收下 Biper這邊轉出來是飛刀女獵手 這個飛刀女獵手 出來的時機是對的嗎 我怎麼覺得哪裡怪怪的 飛刀女獵手打馬功耶 人家波士是走馬功 不是薩瓦爾 這點感覺這個飛刀很容易被馬功吃得死死的 但是還好馬功這裡沒有三級射 所以手有點偏短 只有六點射程 飛刀女獵手是五點射程 只差一點射程 感覺並不是那麼傷哦 那如果是三級射的話 差兩點射程就還是有差了 OK 那馬力人這邊二級馬卡點下 現在增進速也點了 好 後面的 駱駝再補一下 飛刀打駱駝很快 先起兵 開始亂砍 或是點下的化學 現在是塞巴斯丁 可以做的事情是 看要不要轉駱駝 動裝駱駝路線 或者是繼續走馬功 但我覺得繼續走馬功下去的話 不是很好 看要不要轉一個免金工兵也行哦 波士工兵 8點傷害 這對方的飛刀應該也是綽綽有余 不需要用到馬功哦 把黃金哦 還是留給薩瓦爾之類的單位哦 會更適合 好 這一坨 飛刀看來也是跑不掉 哇 飛刀真的太害怕箭矢了 這也太痛了吧 好 現在飛刀正面往前直接手撕掉了巨型偷斯基 哇 飛刀的好處就是他的傷害是近戰傷害啊 打起來特別痛啊 好 那現在飛刀 已經點一下二級的步兵鎧甲 三防已經點好了 viper走的是一個騎兵防衛先滿 再升步兵鎧甲了 先步兵鎧甲的話 可以提升飛刀努力的手的防衛力哦 好 現在馬功上來硬貼 果然viper是飛刀打不贏的狀態 那只靠落馬加飛刀 能解的掉馬功路線的波斯嗎 好 這裡有少量的騎兵 招命抓村民 viper開始又要再多線了 好 波斯這邊轉出了重裝駱駝 最近還是要把駱駝升級上去 哇 畢竟出了這麼多隻不升級也怪怪的 18隻的數量了 那viper的飛刀開始往左側開走 可是並沒有手撕TC 可是在左邊嘗試試探著對手的地形 好 這邊是決定 來抓村民 好 右側有點小打鬥 就先頭司機已經開始工程了 好 這裡拉了更多的村民過來 下來蓋寶空圖 等一下把死定已經看到 早已拉走 兩邊打的算是蠻可品的 好 viper這邊電話時代 點下了飄漢機神跟駱駝 印刷技術 三級的步兵鎧甲 該升級的科技都點完了 待會就只要專心出兵就行 好 現在波斯的駱駝也過來 右邊的駱駝也殺了過來 現在馬攻路線 還有26隻 這邊還有一些了 總共還有36隻 數量保持了 還算不錯 反viper的後面的清奇兵已經在亂砍 難道波斯沒有看到嗎 哎呦 抓斯因現在 臭名書稍微落後了 viper的資源已經反超了波斯 哇 波斯 viper這邊 居然是點了 精銳升級 波斯點下了重雙馬攻 這麼鐵了心要打這個戰術嗎 好 打viper這邊直接拉了一堆奇兵過來 還有飛刀 瑪莉 的飄音機神已經好 現在打駱駝 打馬攻傷害都很好 打攻擊器也是 現在駱駝呢 一刀14點傷害啊 好 這一坨正面 viper的駱駝還是比較給力一點 最近傷害值比對手多了很多 我的3D傷害 好 現在飛刀回到了自己的高地上 駱駝雖然也慢慢開始出道越多越多 那現在馬攻無限好像有點打不太多了 那其實對上飛刀時候波斯也可以轉這個火槍兵 一般的火槍打波斯的傷害也是非常高的 好 左邊巨頭 這裡要被火炮打掉了嗎 巨頭反殺 成功 viper的火炮直接被手撕 ok 波斯人現在開始轉成騎兵鎧甲 viper一直在奪現哦 一直有馬 在後面偷抓村民 好 飛刀打馬攻 viper這裡好像還是能打 哇 左頭直接砍回去 馬攻選擇撤飛 好 但薩巴斯丁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設立 哇 頭想的有點突然啊 明明馬攻數量還在啊 但是卻打出了GG 但viper這一波飄玩精神確實也做到很多事情啊 駱駝配上飛刀 也能打著引波斯人這裡馬攻策略 那果然沒有轉個什麼槍兵啊 或者是要轉個薩瓦爾 還是有點太虧了 有點太難打下對方的後排阻力跟前排的 騎兵的衝鋒 都是有點困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viper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那薩巴斯丁這邊前線 雖然支援贏了很多領先時春 但是viper從逆境中逆轉了 薩巴斯丁的波斯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先放下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